这些小家伙之前基本上每个人都处于饥寒交迫的氛围中 如今有香喷喷的饭菜在手里头 不但让吃而且管够 那吃喝的速度自然不俗 几乎堪比武林高手搏斗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尊敬感激地看着楚阳 年龄小并不是问题 在这世情凉薄人情冷暖的世界上生存 让这帮小家伙都早熟得很 所有人都知道 要是没有面前这个楚阳哥哥 自己这些人还不知道得落个如何凄惨的下场 每个人也都是从内心里头感激 救命之恩活命之恩 从头到尾楚阳几乎就没说什么话 却已经获得这些小家伙的忠心爱戴 吃饱了开始各自分配干活 除去十岁以下的小家伙 其他的有一定体力的半大小子 都被安排了不同的职务 看着几个女人指挥若定的分派任务 楚阳就忍不住地想要笑 一队一队静静有条地离开饭堂 楚阳回到意识堂立刻找人前来 安排将南人堂那边自己最初买的地皮和房子 全部推倒 建立一个统一的大院落 有钱好办事 随着钱的到位 那边也开始了新的工程 眼下楚阳还是相当不差钱了 该花的钱自然不能省下 往昔的李家大院 如今的楚家大院 仍旧在紧锣密鼓的运传 所有的花园水池假山 全部被移平 一栋栋的房间拔地而起 远强被最大限度的加厚加高 楚阳啊 你这玩意儿就算再如何加厚加高 也没多大用处啊 遇到高手前来 一拳就打个洞 比如我吧 挤巴着就能轰塌了 毛泥泥满心疑斗 我自有打算 心中却在想 一拳就打个洞 挤巴着就能轰塌 有那么容易 我楚阳监督建造的院墙 还没真正完工呢 等到按照我的设想完成之后 就算你这位天机高手 也未必能打出个洞来 拭目以待吧 正在闲谈 突然间一声大吼 从大门的方向传来 楚阳 楚阳 楚神医啊 楚兄弟 我的好兄弟啊 然后就看到一大群人涌了进来 当先一人正是城主大人文东来 看到楚阳三步并坐两步的冲上来 一把握住楚阳的手 使劲的连连摇晃 兄弟啊 兄弟 兄弟你真是太 激动之情异于言表 楚阳被摇晃得立足不稳 心中咒骂不已 呀的 你修为高了不起啊 等老子修为上去了 不把你压得摇晃散架了 城主大人实在是无法不兴奋 哪能不兴奋呢 昨夜服用了楚阳的药之后 城主大人马上就恢复了往昔的雄风 一夜之间 将那个一直因为某种原因看不起自己 自己根本不敢面对的那个臭娘们 狠狠地收拾了一夜 看到他最终在自己身下 一个劲求饶的模样 城主大人心头的舒爽 不知道有多么的满足 到最后已经成了审问了 还敢看不起我吗 还敢拿啥吗 啊 一直到今天凌晨 才从那滩烂泥巴一般的郊区上爬起身来 城主大人仰天长啸 老子又行了 老子更厉害了 真他娘的爽啊 再度品尝到这种极限的快乐和满足 城主大人在第一时间就过来感谢楚阳 如果不是楚阳 自己这辈子 想到这儿 城主大人就毛骨悚然啊 后怕恐惧恐慌啊 那种悲催的感觉千万不要再来了 好 不要客气 楚阳哈哈大笑 为城主大人疗伤 也是我作为一个医者应有的职责吗 说着压低了声音 只不过还要持续半年的疗程呢 确保半个月一次不要错过呀 对对对 城主大人有些语物伦次 大受一挥 今天我带了人来 恭贺兄弟乔千之喜啊 楚兄弟正式落后在咱们的紫霞城 万千之喜啊 啊 那太好了 请请请 请诸位大人里面请 大家光临正是楚某的荣幸啊 今天这一天 又是大败沿袭 歌舞升平 如果不是楚阳坚持 城主大人几乎就非要拉着楚阳败了靶子 当然 城主大人这次来 还是兼着收账的任务 昨天只是达成了异项 还没开始收钱呢 楚阳很痛快地交了钱 城主大人手中有粮 心中也就不慌了 兴高采烈地喝了个明经大醉 送走一拨又一拨来恭喜的人 已经又到了晚上 茂尼尼又恢复了身具简出 这货 感觉到他那位未婚妻已经快要到了 别看昨天说的很期待的样子 那不是喝了很多酒时候说的话吗 今天恨不得天天躲到房间里头 不要说出大门 连屋门都不出了 为了便于教学 他的房间就设在大会场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 说是小 这里边却是连着原本李家的书籍仓库 猫腻腻一头钻进去 费禽忘食可算是找到了好去处了 严如山直接用精神能量呼唤楚阳 楚阳连忙赶过去 不对劲啊 难道这次重伤让我的灵觉出了问题了 这帮小家伙昨天看的时候 一个个都是垃圾货色 连平庸都算不上啊 今天怎么都有起色了 有几个甚至是中上之子 这怎么可能啊 楚阳心中一喜 脸上却装着糊涂 啊 真的 看来连续吃了三四顿饭之后 就有了起效了 我的灵觉不该会出这么大纰漏 不会是你动用了什么手段吧 严如山满是审视的看着他 楚阳连省喊冤枉 我要是能有这种逆天手段 可以改变别人资质的话 我先用自己身上 别人不知 严大哥你还不知道我的状况 严如山一想 这话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这货九个胆田 直接就是比垃圾还垃圾的体质 要是真有这种可以改变资质的手段 他早就用到自己身上了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我的灵觉真的有问题了 不然不至于这么多人都看错呀 严如山百思不得其解 做梦也想不到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变化 能够造成如此巨大改变 严大哥 您看会不会这样 这些小家伙原本资质都不错的 只是因为常年穷苦交加 身体潜力被慢慢的消磨 又或者是被外在因素遮掩 这两天吃饱喝足了 营养跟上了 开始慢慢展现出来 你之前没看到 不是灵觉有问题 只不过是被假象给蒙蔽住了吧 有这种可能吗 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啊 灵觉也是能被蒙蔽的 楚阳撇了撇嘴 这可说不准啊 事实无绝对 真正要查看资质的话 最少要等过去这几天 等他们的身体营养恢复正常 才能看出来他们的真正素质吧 这几天呢 正是最大限度补充之中 或者有些偏差也未可知啊 您不用太在意 相信问题不在你身上 严如山点了点头 在找不出确切原因之前 楚阳这个说法 或者是最为接近事实的 那就等几天再看看 没准是天佑善人 让你这个大善人 捡了大便宜也说不定啊 哈 借严大哥几言了 对了 严大哥的伤 估计还有几天 才可以完全回复啊 还得个七八天吧 严如山脸上有着笑容 今天已经轻快了许多了 可以聚集到一定的天地原力 一般性的活动也没什么大碍 太好了 严兄恢复之后可别忘了王刀的事啊 你这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还真以为你那么有心呢 关心你严大哥 失望啊 连续几天 紫霞城周边的孤儿仿佛潮水一般涌过来 不差钱的楚大善人 持续大开方便之门 迄今为止已经接收了超过五千人 紫霞城本就是周边地区 五千人的份额基本上就算完全收拢干净了 楚阳这才停止扩张 好吃好喝伺候的这帮小祖族们一张脸都笑开了花 这些就是楚阳雄伟计划的起点 晚上的灵兽博弈再开 金家和吴家都很有些部分楚阳如此迅速崛起 但是楚阳从不到斗兽场这等场所来 两家人对此郁闷至极 抓住真有才非要斗兽 意图要宣泄一下心中的别门 真大善人干脆就开出五千紫霞币的巨额赌注 想我来泄愤 行啊 只要你有钱 虎哥连续两场半猪吃老虎 在满身伤痕累累异常惨烈的状况下 为楚阳足足赢到一万七千紫霞币 连带着外围赌注的 两家人对此结果叫苦连天 针对真有才的心也就越来越强烈 大规模调动本家的金融储备不惜一战 可真有才从那之后 却再也不曾露面 似乎是从人间消失了 连续三天 楚家大院的进度正是不如正规 除了眼下还没有高层舞者坐镇之外 这里边基本上一切都已经井井有条 所有收养的孤儿 基本上都是五六岁以上 十五岁以下 楚阳直接按照年龄分对 六岁的一组七岁一组八岁一组 一直到十五岁一组 现在的目标正是年纪最大的十四岁十五岁这两组 其他的大底都还小些 连少年人也算不上 在楚阳的计划中另有其他用处 虎哥这几天里头愈发神出鬼没 除了准时跟楚阳索要紫荆之外 就没怎么再露过面 楚阳问他他也不说 终于今天晚上 啥没紫荆了 怎么能没了呢 虎哥看着面前比以往少了一多半的紫荆 不仅有些失落 没了 这回是真没了 楚阳也松了口气 终于没了 谁曾想到十几亿的紫荆 就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被这巴掌大小的家伙吞得干干净净 楚阳当初还在意外 这些紫荆怎么也能够应付个十天半月的吧 现在想起来 自己当时太乐观了 怎么就没了呢 你咋不多储备一点啊 虎哥有些垂头丧气 这几天 伤势恢复正是飞速复原的时候 怎么就突然断顿了 紫荆确实没了 但是紫荆之心我这还有不少 能凑合用吗 楚阳眨着眼睛把态度放得很低很低 啥 紫荆之心 凑合 太能凑合了 你说的是真的 这几天晚上你都干嘛去了 只要你告诉我 我就给你 让你凑合凑合 楚阳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原本这个家伙都是跟着自己的 怎么这几天就不知去向了呢 你不知道啊 虎哥的眼睛瞪得溜远 好像楚阳应该知道一样 我应该知道吗 楚阳一阵纳闷 我是真不知道啊 知道了还能百思不得其解 还费事问你 我有病啊 虎哥瞬间就冲冲大怒 大声咆哮 我这几天去为你干活 累死累活的 你搂着老婆风流快活 现在反过来质问我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呢 苍天大地啊 这还有没有点千里了 楚阳一头黑线 您到底干啥了 你没长眼睛啊 我这几天给你去加深忠诚度啊 虎哥奇怪的看着楚阳 难道你不知道人是会变的 你付出了这么多收容这么多孤儿 或者这些人会在一开始感激你 但是以后随着习惯了 这份感激就没了 用你们人的话说 生米恩斗米仇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啊 我这是跟了个什么人呢 老天无眼 啊 你先别招狂 这道理我自然懂的 楚阳皱着眉头 实际上 这也是他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难道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第1601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